I am the Lord Jesus Christ, I speak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说话 首先我们感谢神 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抽空来这里参加聚会来敬拜神 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查考教会所为我设立的这个主题就是诗篇78篇 在章里面有两个分段 第一个部分是有关宗教教育 是有关教养下一代 这个部分也提到了宗教教育的重要性 使到那些被教导的人会仰望神 会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神身上 使到他们在每日生活当中不会忘记神伟大的作为 使到他们是非常积极的来遵守神的诫命 我们可以在第七节里面看到 我们说第七节是讲到宗教教育的目标 第二段是讲到神的子民 以以色列人的失败 他们失败的历史是从出埃及记的时候开始记载 一直到这个猎王的时代 我们发现到在这个时代的人 大部分都是背逆神的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所以才要非常地注重宗教教育 因为这个诗篇的作者 希望他的这个时代和后代 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今天我认为我们要教导自己 教导我们的孩童 教导教会 因为我们不要失去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被赐予这个救恩 因为这个救恩是不能与世界上的东西来比较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换 或者是购买神所赐的救恩 这个救恩就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 根据诗篇49篇 拯救灵魂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 没有任何人能付得起这个代价 今天我们被赐予这个救恩 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不以失去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 所以这个作诗的人才会做这首诗来提醒他的同胞 昨天晚上我们读到第七节 我们今天要从第八节开始学习 但是如果要了解第八节必须要从第七节开始 我们要了解这个教育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第八节告诉我们 第八节不要向他们的祖宗 是顽梗背逆居心不正之辈 向着神心不诚实 这个世人非常勇敢地指出他们祖宗的失败 他们要学习的教训就是不要重蹈他们上一代的这个负责 这里讲到不要像他们的祖宗 当我们讲到要教导下一代 在这个诗篇的背景来看 这个教训是要改变一个趋势 上一辈已经离弃了神 所以作诗人的目标是要阻止当代的人再犯罪 要确保他们的心意要更新 如果我们观看教会跟世界的局面 我们说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罪恶 而且越来越腐败 没有神完全的保护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的人 已经失去了神的恩典 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 重犯这样的错误 也不希望我们的儿女就这样 我们要确保我们保守自己 在这个信仰里面保守我们的儿女 在神的爱中 所以我们要教导他们 要逆着世界的潮流来走 我们不要让他们随着世界的潮流来走 如果让他们这样做的话 他们就会随波逐流 被世界的罪恶扫去 如果我们要教导他们 我们要尽力而为 好像昨天晚上所提到的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诗人的心情跟他的目标 他一直在制造机会来教导 所以我们要制造许许多多的机会 来教导我们的儿女 我们可以说 请你侧耳听我的话语 这样子神的话语 你才能够听到神的话 这样子神的原则 才能够在听者的心中 非常的稳固 如果我们要确保 我们的这一代 不被这个潮流冲走 我们必须要确保 我们的教训是纯正的 就是想识人 他是将他们所听见 所知道的教导下一代 他们是将他们从上一代 所领受的信仰 传到下一代 我们今天也要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知道世界非常的罪恶 这个世界所提供的意见 都是跟教会敌对的 所以我们要更注重宗教教育 来教导自己 教导下一代 使到这个腐败的潮流 不会渗透我们信徒的脑海 所以第一要制造机会来教导 我们看圣经的话 教会就是一个传达神话语的场所 我们的家 也是传达神信息给我们儿女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们在家里要制造很多的机会 我们要跟他们谈讲神的话语 我们要带领他们来祷告 要让他们有这个属灵的意识 使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 能够意识到神的事情 所以这里宗教教的目的是要阻挡 这个悖逆的趋势 我们再看第八节 这里讲到上一代 他们的祖宗是顽耿悖逆的 这里告诉我们说 教导下一代就是要改正他们的想法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在一个某个环境里面 那所有的人都不讲正确的事情 他们常常骂三字经 就好像这个以赛亚的时代 他说他活在这个嘴唇不洁净的人的当中 他自己也要受教 这个教导是从神那里来的 在一项当中 这个天使拿烧着的炭来 来洁净他的嘴唇 在这个诗人的时代 他的上一代是悖逆的 所以他这个做事的人知道 他必须要更正这样的趋势 所以他就来教导这个下一代 他知道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话 没有一个人能够存留 上一代为什么会失败 是因为他们背逆神 就好像生命记里面所记载的 生命记一次的重复说 我们要全心全意的遵守神的话语 我们看一下几个例子 生命记十一章 生命记十一章 我们读到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 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行他的道 专靠他 二十三节 他必从你们面前赶住这一切 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 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 神已经答应将应许之地赐给他们 但是他们进入迦南地 就面对非常巨大的挑战 他们没有办法赶出 当地的居民 但是神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留心遵守 我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 来全心全意的爱神 所以神就从他们面前赶出这一切的迦南的七族 因为神有能力来这样做 所以我们发现到 所以我们发现到在生活当中 我们会面对很大的挑战 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来克服这些非常大的困难 但是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 当我们来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神就会帮助我们来克服一切的困难 我们常常发现到 我们被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来捆绑 来感到软弱 我们就发现到自己变得非常的软弱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来遵守神的话语 因为我们是顽梗背腻的 我们发现到这个作者有这个责任来改更正这种想法 所以他必须要教导他的子民 还有他们的年轻的一代 我们再看回第八节 再看回诗篇78篇第八节 这里也这样描述 他们人是居心不正之辈 向着神心不诚实 这里说他们没有准备他们的心智 这一代的人他们对神的事情毫无注意 他们不守神的约 因为他们的心术不正 我们再念37节 诗篇78篇37节 因为他们的心 因为他们的心向他不正 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 我们知道神与他的子民立了一个约 这个约就代表着神对他子民的爱心 因为神愿意将他所有的好处都赐给他的子民 但是问题就是他的子民的心不正 所以他们就不断的 为例来破坏这个约 在每一个约 尤其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约 我们知道神是这个约的创办 创始人 那我们是这个受益者 我们是来领受神恩典的 如果我们要领受神的恩典 我们必须要符合某些条件 我们必须要遵守这个约里面的所有的条约 在旧约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遵守神的诫命 所以这个跟神有约的人 他们必须要遵守的基本条件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心向神是不正的 他们在约上不忠心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当我们心向神是不正的 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办法遵守神 与我们立的约 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保守自己在神里面 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其他的事情 引开了注意 我们被世界的事情 所以引诱离开了正道 所以这个作者是要更正 这个年轻一代的这个心 今天当我们省察自己的时候 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做 我们会发现到 常常我们的心是不正的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 帮助我们 要在这个道路上一直来纠正我们 使到我们在神的约当中是 是中正的 在神的眼中 我们是成为中性的子民 我们发现到要做到这点是非常困难的 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宣讲神的话语 在我们心中 我们不要跟自己说 我们为什么要常常去教会呢 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来参加这个茶经呢 因为我们要想到 今天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 我们的心不断地被腐蚀 如果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心术是正的 我们要常常宣讲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常常地提醒我们 一个礼拜提醒一次是不足够的 我们至少每个礼拜要七次 I want you to read Deuteronomy Back to Deuteronomy 再看回生命迹 We read chapter 6 I guess this passage is familiar to us all 生命迹第六章是我们熟悉的一段圣经 Deuteronomy chapter 6 生命迹第六章 We read verse 7 第七节 生命迹六章第七节 You shall teach them diligently to your children And shall talk of them When you sit in your house When you walk by the way When you lie down And when you rise up You shall bind them as a sign on your hand And they shall be as frontlets between your eyes You shall ride them on the doorposts of your house And on your gates 也要因情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细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们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们的城门上 如果我们讲到教学的方法 这个就是方法 我们如何去教导他人 或者是教导自己 首先我们要在心里 有这个殷勤的心 什么叫做殷勤 就是说你要花很多的心力 如果你是个学生要考试 你会怎样做呢 你一定要努力地用功读书 你要日夜的温习 甚至要熬夜 使到你能够了解 老师所教导的 同样的 如果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 或者是教导年轻的一代 要确保他们不离开他们的信仰 我们也要非常殷勤地来教导 所以殷勤是什么意思呢 第七节就解释了 你要常常谈论 就是堂堂讲论神的话语 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都一直在跟你的儿女讲神的话 躺下也说 起来又说 我在想 我们有几位能够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人家可能认为你精神有问题 但是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教训 因为我们在打这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要更正自己的心 和我们儿女的心 所以我们要常常地来教导他们 使到他们能够走在这个正路上 我们再看生命纪六章第五节 也要细在手上为记号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行动 都要反映你的信仰 要反映你所学习到的教训 也要更重要地反映 神的原则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运行 也要戴在额上为经文 这是什么意思 在额上就是说 我们要常常去思考 就是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 必须要遵守的 我们发现到 如果我们不常常这样做的话 我们的儿女就会迷失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 再看回四篇七十八篇 我们看这个第八节的最后 这里讲到这上一代 他们的精神 他们的心 他们向神的心是不诚实的 他们在神的眼中是不正直的 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趋势是非常强的 我们反对我们的势力是非常的强大 世界的潮流很容易把我们冲走 如果我们的心是不诚实的 对神是不忠心的 所以当这个世界的潮流冲向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机会 能够站立得住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 我们在神的信仰当中 是没有杂根的 我们就没有办法站立得稳 所以我们必须要教导 第八节就告诉我们 要提到我们祖宗的这些 罪恶跟缺点跟错误 所以在这章里面提到很多很多的例子 但是我要先澄清一点 圣经用很多这些负面的例子 对我们来说是起一个警戒的作用 使到我们不要重蹈覆辙 今天也有很多绩效的人 他说我们要显露教会的缺点 因为他说这也是圣经 也是这样做的 所以他们到处去传讲教会的缺点 那我们如何来分辨这两个的不同 我们先看彼得后书 请翻开彼得后书 We read chapter 3 第三章 2 Peter chapter 3 彼得后书第三章 In chapter 3 Here it talks about two types of people 第三章讲到两种人 Especially in We can see this in verse 2 and verse 3 在第二节第三节有讲到 We first read verse 2 第二节 You may be mindful of the words which were spoken before by holy prophets and of the commandments of us the apostle of the Lord and Savior 也且叫你们纪念圣先知 预言所说的话 和救主的命令 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This verse talks about the first categories of people 这里讲到第一种人 They are the servants of God 他们是神的先知 神的工人 The prophets in the Old Testament time They are called the holy prophets 这里讲到旧约时代的先知 这里称他们为圣先知 And also it mentioned about the apostles which is in the New Testament 也提到使徒就是 新约时代的工人 Here Peter reminded the believers to be mindful of the words of these people 所以彼得就提醒 熟信人说他们要纪念 这个他们的话语 Now when you look at verse 2 again very closely 那如果我们仔细地看第二节 And we know that The prophets in the ancient time They were inspired by God 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 是被神的灵感动 Obviously whatever comes from God is good The intention is good 所以凡是从神那里来 这个用意都是好的 And we said the intention is noble 他们的用意是崇高的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intention is holy and pure 他们的用意是纯正 纯正的 You know whatever they have said is to bring about salvation 他们所说的话 都是要带给我们救恩 And to change You know the way of life of people who are not right in the eyes of God 使到那些在神面前 不正的人 能够改变他们 So when you look at verse 3 如果我们念第三节 And here it mentions 这里又讲到第二种人 They are called the scoffers 这里讲到好绩效的人 When you look at the attitude of a scoffer 我们看到这些好绩效的人的态度 Or we said if you look at the work of a scoffer 或者好绩效人的 他们的工作 The main work of a scoffer is to change the word of God 他们主要的用意 就是要来改变神的话语 That's why from verse 4 onwards We can see the works of this scoffers 所以从第四节 开始我们看到 这些好绩效的人 他们所做的事 So Peter has to like You know rebutt What they have said So Peter has to like You know So Peter has to like Rebutt 他们所说的话 It's like saying that You know God would not come again They are like saying that God would not come again That is again the very basic tenets of Christianity 我们知道神的再临 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信仰 That is the main intention Or the main work Performed by the scoffers 这就是 好绩效的人 所做的一些工作 Now if you look at verse 3 again 我们再看第三节 The last part it says The work according to their own lust 这里讲到 谁从自己的私欲 说出绩效话 So there is a marked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ntentions of a scoffer and the intention of a prophet 所以这个做先知的人 还有这些好绩效的人 他们的动机都不一样 You know We find that a scoffer functions according to his own lust 我们知道 这个好绩效的人 说话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欲 但是这个先知跟使徒 是照着圣灵的感动来说话 So here we can see the difference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 So you know when we talk about a scoffer 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好绩效的人 You find that a scoffer is not qualified even to speak the word of God 好绩效的人 根本没有资格来讲论神的话 Meaning someone who has left the faith 就是那些已经离开了 背弃了他信仰的人 And he preaches another gospel 他传另一个福音 Instead of embracing the true gospel He embraces another gospel 他不接受这个真福音 他去接受一个错误的福音 We find that he is not qualified at all 他根本没有资格来传讲神的话语 根据圣经 Such a person has already gone into the world 这种人已经进入了世界 John is saying that such a person is no longer is no longer having any connections with the body of Christ 约翰告诉我们说 这样的这等人跟基督的身体 没有任何的瓜葛 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他已经跟基督的身体 从基督的身体被剪除了 因为他不遵从教会的信仰 还有神的话语 所以他没有资格来讲论神的话 所以当你看一个好绩效的人 他的用意非常清楚 他讲的是不出于神的 这里彼得说 他是谁从自己的私欲来讲论 在一个更严重的例子 他们就是这个撒旦的工具 他是为龙讲话 不是为神讲话 我们要了解这一点 当一个人已经离弃了信仰 他已经失去了真理 当一个人失去了真理 他也同时间失去了讲真理的能力 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来讲神的话 那如果你设想一个人 讲论教会 他能够讲真理吗 我们只能够做这样的结论 他所说的一切话 全都是谎言 他的用意是要毁坏 而不是建立 如果你在网上或者是面书 看到某一些信息 他们攻击教会 跟你讲一大堆故事 你根本就不可以相信 他们所说的任何话 一个已经失去信仰的人 他不属基督的 他怎么可能讲真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如何分辨的方法 这是彼得给我们的原则 在末日有好绩效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追求完全 我们希望借着神的话语 我们借着彼此的勉励 我们都能够被造就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动机和用意 这是我们对彼此的用意跟动机 如果我们说圣经也暴露 上一辈子的上一代的这些错误 这是正确的 只有在圣先之所讲出来的时候 这句话是正确的 因为这些人还是属这个信仰的 还是保守在神里面的 他们有资格来讲到教会的缺点 因为他们的动机是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使到我们不会被欺骗 我们知道神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保守自己在这个信仰里面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 这个能够分辨的灵 我们不应该什么话都听 我们要有这样基本的认识 我们知道圣经就是我们的标准 圣经所说的一切话 如果任何人所说的话 跟圣经是不一致的 我们知道一定不是从神那里来 凡是要分化基督身体的人 根据犹大书 我们可以做什么的结论 我们在结束之前 读最后一段经文 由大书十九节 这就是那些 引人结党 属乎血气 没有圣灵的人 圣经说那些在教会 制造纷争结党的人 是没有圣灵的人 这不是圣先知的工作 也不是使徒的工作 也不是那些对神忠心的人 所做的工 愿神帮助我们 一起默打